大家注意看哦,把鸡腿放进电饭包里面 没想到出锅后就变成了大人小孩都抢着吃的美食 全程都不用加一滴水,连骨头都是香的 10分钟就能够轻松搞定,特别的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三只这种新鲜的大鸡腿 这鸡腿肉质紧实嫩滑,我们这边卖20块钱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里卖的那么贵 鸡腿买回来之后,我们把它放到大盆里面 接着我们用100度的开水烫一下这个鸡皮 这样可以让鸡腿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的紧实,更有嚼劲 烫好鸡皮之后把热水倒掉 然后加入一勺高度白酒,再挤上半个新鲜的柠檬汁 这样既能增加柠檬的香味,还能去掉鸡腿本身的土腥味 接着放一小勺红糖,三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 再加上少许的姜丝去腥,把它们涂抹均匀 加二嘛,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能不能给个小红心支持鼓励一下 下次你想吃不会做的时候,还能够找得到我 放进冰箱里面腌食30分钟,让鸡腿充分入味 接着呢,在电放锅里面放上切好的姜片和蒜片 这个时候我们把腌好的鸡腿放进去,这剩下的腌料都是精华哦 也要给它一起倒进来,然后盖上盖子,按煮饭键煮个35分钟 加二嘛,这鸡腿的做法有很多种,不知道你们都喜欢是哪一种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给我哦 35分钟之后,我们把锅盖打开,哇,真的非常香 隔壁小孩要是闻到啊,估计都要馋哭了 等到鸡腿稍微放凉之后啊,我们戴上手套把它撕成小块 真的是鲜嫩多汁,连骨头都是香的 撕的时候一定要忍住口水哦 这样做的酱油手撕鸡,皮脆肉嫩,咸香又入味 吃起来特别的清爽,一点也不油腻 你们看,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学会了,也给自家孩子安排起来吧 最后呀,别忘了点个赞,加个关注哦